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节课谈到的京剧 是进入了太上感应篇当中 怎么样修缮积德的这段经文 第三段 开头就说 事到则进 非到则退 像论语当中 有经句讲到 见善如不及 看到好的榜样 众趣缘已见机 赶紧效法他 则进 非到则退 见不善如探汤 看到不善的行为 或者是自己的念头 言行不对了 就像像用手 去摸那个滚烫的 这个汤一样 马上就赶紧怎么样 说回来了 不让这个错误的念头 言行 继续错下去 非到则退 赶紧 悬崖勒马 不然一丝足成 千古恨 要赶紧退回来 所以这个是 对自己要赶尽杀绝 不可以丝毫地 苟且放纵 所以这个心境 要是这么样的谨慎 而这一句 其实也是 所有行善积德的总纲 用这一句话来概括 下面的经句 就是一些 生活当中 处事当中 应该注意的 一些具体的德行 的说明了 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 这个世道 儒家的道 道家的道 佛家的道 事实上 他们都是相通的 我们说 儒家 五常 仁义 理智信 跟佛家的五戒 不杀 不道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相呼应的 那道家 道家太上感应篇 所有的教会 绝对不离这个五常 包含 老子说 我有三宝 一曰 辞 二曰 简 三曰 不敢为天下先 那儒家也有三宝 君亲师 君亲其实是道 君以身作者 不要求别人 我们先要求自己 亲是爱心 师 是能够寻寻善诱 有教无类 掌善救师 一个人处事 常常都有 君亲师的心境 扮演哪一个角色 都能把这个本分做好 佛家的三宝 绝正境 那道家 慈 简 不敢为天下先 那我们看 慈 仁慈 是不是跟五常相应 情简 简就跟礼相应 礼是 做人处事的分寸 一个人奢侈了 他就是失了分寸 所以奢侈 也是不守理由 不守做人处事的 原则 所以在论语当中 也讲到 礼者 与其 奢侈 宁 简 所以奢侈 是非礼 勤简 才是守礼 但是假如 勤简呢 又变得很吝啬 那这个又过了 所以勤简呢 是不糟蹋东西 但对人呢 还是 有爱心 是慷慨的 不敢为天下先 这个就是迁退 其实也是 懂得礼让 懂得谦让 这些教诲 其实都不离 五戒 五常 所以我们能掌握 辱道士 修学的这些 最重要的教诲 刚领 就能实时观照 我们有没有在道中 不能修行 修到最后呢 自己有没有在道中 有没有在进步 都糊里糊涂了 那就被自己给卖了 总要修个明明白白 师父常说 修行是要 当个明白人 所以我们每天读诵 地址规 太上感应篇 十三夜道经 就是以辱道士 最重要的教诲 刚领 来观照我们 有没有在道中 那十三夜道经 师长有一个节药 六百多字 很好受词 每天把这三个根 能念一遍 能观照 自己这一天的言行 那观照成熟了 遇到境界 马上 不好的念头起来 就能转念 不怕念起 只怕 绝齿 提起 正念 就是静了 邪念能转 就是退了 所以这个静退 说到根本上 还在念头上面 那在宋朝 我们很熟悉的 一位圣贤人 赵月道先生 他后面封 赵清献功 他是 每一天 都焚香到地 我今天 做了哪一些事情 跟上天报告 那不符合 圣贤教诲的 他不敢做 因为 每天都要 糟糕上帝 做了 不该做的 非常的 惭愧 无地自容 古人 修学 都要有这种态度 好 那我们学不学 每天 念三个根的时候 就像 赵月道先生 焚香告地一样 检讨我们自己 的故事 而这个 管宁先生 他在 算是三国时代 他的修养 也非常好 他有一次 坐船 过海 遇到很大的风浪 那 看到海上的渔船 通通在呼天抢地 因为可能都要灭顶了 所以 其他的船上的人 都当下 开始在那里 忏醉 祈求上天 饶恕 这个子录 刚好有一次 照顾 夫子 夫子 生病了 那子录就说 我赶紧 向上天 祷告 祈福 孔子 孔子说 我祈祷 很久了 不是现在 才祈祷 所以 夫子 那个意思 就是说 你要依照 上天的 教诲 来处事 你随时 都是在祈福 在祈祷 不是到了 这个劫难 现前的时候 才在那里求 有时候都已经 为时 已晚 其实 我们可以感觉到 现在的人 反应都比较迟钝 身体都插到不行了 才开始要保养 或者是 已经 恶贯满盈了 才开始要忏悔 往往都来不及了 甚至我们修行人 等身体衰弱了 才要来精进 都很辛苦了 何不宜强健时 努力修缮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 找闻圣教 假如还 英雄苟且 说坦白话 比没有学的人 还要加一条罪 懂了还不做 明知故犯 懂了 人家还说 那个是学圣贤的 那是佛弟子 我们还个假明 叫明不腐蚀 所以不可玩弄佛法 消遣佛法 这对我们来讲 要时时提醒自己 所以当下所有的船上的人 都在那里 忏悔 希望能饶恕 当下这个管宁 非常冷静 他面对 劫难来的时候 他处置太难 假如我是该 受这个法案 那我也 不惶恐 可是管宁说到 这一次假如 逃不过 那可能是因为 我这一辈子 有一次起床 没有戴好帽子 三次睡得太晚 一次上厕所 没戴帽子 可能就是这几次的关系 大家注意 管宁一辈子 就只有犯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这样的行词 说自己一天 就超过他一辈子 犯的故事 结果所有的船都沉了 只有他的船没有沉 供业当中有别业 人家真正是世道之境 所以这些圣贤的风范 确实我们能接触到 效法 不能糟蹋他们的 给我们的示范表演 好 那刚刚讲到 这一句 世道则竟非道则退 是总纲 接着 是怎么样 修善积德 详细的说明 所以下一句讲到 不履邪境 不期暗示 而要修善积德 这个在佛家讲 叫修行 那既然是修行 最重要的呢 要从根本修 儒家讲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什么是根本呢 心地是根本 我们前面讲到的 袁了凡先生 于都先生 他们都是读书人 懂得道理都不少 命运没有改变 甚至是 像愚公 他命运越来越差 这都是因为 没有抓到根本 那修都每年 写黄书 向上天汇报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怎么 越来越穷困潦倒 后来赵神给他一分析 义恶太重 专物虚名 而且满子愿有 那在心地上 不知道每天造多少恶 所以太上感应篇 具体修善积德 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从心地上下功夫 而且是从真诚下手 不履邪境 不欺暗事 这是真诚 这纯心 才能不欺 不邪 所以我们 每一句经句 都从心地上去下功夫 从字面上看 不履邪境 这个履 是你脚步 在走这条路 所以就是 我们人 绝不可走邪道 这是从字面上 向上是这么讲 但从心地上讲 这个履 它就延伸到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都包含在这个履 邪境 那就代表 起心动念 言语照做 绝对不能落到邪念 邪言 邪行上面 这个邪境 它就包含 念头 言行 都不能邪 那不欺暗事 这个欺 就是明知故犯 今天我们不懂道理 做错了 那不是欺 无心非 名为过 有心非 名为恶 所以这个欺 是有心非 我们说不知者 不是很严重的罪过 它是一个过失而已 但是假如懂了之后 还造犯了 那这个就不妥当了 而这个暗示 就是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暗示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处事 要言行一致 有人的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都要一致 这叫圣读的功夫 这修行啊 真的 用功啊 都要在 这些境界当中 时时啊 一个人都觉得 好像十个眼睛 在看它 叫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它就不会放纵了 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 第二大段呢 都是在提醒我们 举头三尺 有神明 人这样才能占精涕力 不会放纵习气 不然 这个习气啊 实在是 很难控制 所以有一段格言呢 对 这两句 经句啊 是很好的诠释 第一句呢 讲到 心不妄念 身不妄动 口不妄言 君子所以纯尘也 那这个就是 身口意啊 都不妄动 都能提起正念 提起观照 君子所以纯尘也 内不妻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圣毒也 人有不欺己 不欺人 不欺天的态度 他时时刻刻啊 都能 依教去奉行 不会啊 不会啊 有 有 违反 这些 做人规矩的时候 好 所以 古代啊 古代啊 读书人呢 特别啊 重视这个圣毒的功夫 所以我们很熟悉的 在汉朝 个读书人呢 叫杨振 他提拔的一个 读书人呢 后来呢 拿了黄金啊 去找他 送给他 他并没有接受 然后提醒了 这个王密啊 那我是因为觉得 你还 在学业上啊 德行上啊 很下功夫 我是信任你啊 你怎么不信任我 既然拿黄金来 贿赂我了 结果这个王密就说呢 反正 没有人知道啊 杨振说 天知地知啊 你知我知呢 怎么会没人知道 人家杨振 他不一定知道 佛法上的道理 他都能够这么样的 去圣毒啊 我们已经学了 大乘佛法了 了解的是整个宇宙 人生的真相啊 那应该我们的圣毒功夫 要比他们高才对啊 比方师父讲 望尽还原观 每一个人 起一个念头啊 不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而已啊 是周遍法界啊 尤其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莲池海会众菩萨 他们的能力很高啊 这个宇宙 任何一个众生 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所以师父说 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 寒毛之术啊 借慎恐惧啊 好 诸位同仁 我刚刚讲到这里 大家寒毛 有没有术起来 都没术哦 所以就看到我们跟师父 差距很大 没关系 术不起来没关系 多听几次就术起来 善根福德不够呢 不怕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 寻到 让他时时都能提 提起这样的贯照 就对了 人一能知几百知 能识能知几千知 人家一次就会了 我们一百次 人家十次能会 没关系 我们一千次 有这样的决心啊 潜能 都能够激发出来 但是圣贤人啊 还有师父啊 都是我们最好的棒 我们要效法 好 那今天我们 修学念佛法门 应该提醒我们自己 主事带人 接物是落实 无量寿经 学这个法门 要依这一部经典 师父讲 无量寿经说 要把无量寿经 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 这一段大家听过没有 很多人没反应 你刚刚已经听过了 我刚刚已经把师父讲的话 重复一遍了 怎么修行 无量寿经 当中说的 若朝作善 云和第一 要积德雷公 第一件事 要怎么做呢 当至端心 当至端身 耳目口鼻 皆当至端 端就是端正啊 跟这个不履邪境啊 就是完全的 把它转过来 有邪转成正的 昨天 李悦老师 跟大家提到的 头发要整齐 衣服 穿鞋 这都是落实 无量寿经啊 当至端 身耳目口鼻 皆当至端 所以经典在哪 就在当下的生活 所以人要 实时啊 俗话常讲的 要堂堂 正正 不邪 而 我们看到呢 不履邪境 不弃暗示 都是让我们 在恶念恶行 很细微的时候 就懂得赶紧把它斩断 叫防伪 度鉴啊 现在的人 是养成坏习惯了 才想改啊 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行人 他也很想提升呢 但是静静退退啊 都是因为习气养成的 才想对峙啊 难度就高了 所以有一个 沙米啊 修得很好 八岁啊 就有神通道理了 他就 飞进啊 王宫里面 就这个皇后啊 迎接他 他才八岁啊 长得很庄严啊 这皇后呢 张开手啊 就要去抱他 这沙米马上一退啊 这个 王后且慢啊 这个行为不大妥当 这皇后讲了 你八岁啊 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大家想 有没有道理啊 大家注意啊 现在很多话 听起来都有点道理 你细细用经典去思考 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不能听谁讲的 归依佛门啊 就要听佛讲的 不听任何其他外道什么 说法 依法不依人 不然大家去试试看呢 你一个问题 问五个人 五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 听谁的 还听佛的 还有听师父的 一个人 还没成就根本制 以前 不能去听其他 太多人的说法 成就根本制 才能够去广学多文 善才同志 是在文殊菩萨 成就根本制 之后才出去五十三餐 我们现在根基不老 到处问这个 问那个 整个头脑都搞乱了 这个沙米啊 就对王后讲 王后你所说的呢 在人情上讲 是讲得通啊 但是呢 在修学上啊 要很冷静一个态度 就是啊 要防伪度见 一心之火啊 都可以把整个森林 给烧掉 可是它一开始是什么 就是一个火苗而已啊 滴水 也可以穿透泰山之死 不在这些细微处 去谨慎的话 那 要想提升自己的境界 要想消灾免祸啊 就不容易了 那我们冷静看 现在的社会风气啊 偏颇得很厉害 它是因为 多久的时间造成的 那绝对不是三天五天啊 甚至是几代人 都察觉不到问题 才造成这个样子 你说现在很多父母 哎呀 小孩有小孩的想法了 我们管不了了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我告诉大家 这句话不知道多少人讲过了 听起来 很多人 是哦 是哦 是也不能讲 是讲了叫造口业 为什么 你说是啊是啊 那你就是 对错误的说法认同了 这个叫供业 为什么价值观会偏颇这么多 在其中的人思想都不正嘛 都没分辨出来啊 才越偏越大 养不教父之过啦 哪有什么小孩都有想法了 我们管不了啦 教不严 师之舵 父母老师有责任啊 哪有一句话 就把责任全部都推掉了 所以 这个八岁的 这个妙言 沙弥 他这一个视线 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 纵使 他能如如不动 请问一般的人做得到吗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是我想怎样 我想怎样 他所做的一切 是给世间人当榜样的 是弃所有世间人的根基的 你说世间人现在根本 抵不了诱惑了 他还去带头 没事 到妓院去修行 那所有的一看到 哎呀 你看嘛 妓院也可以修行吗 全部都跟去了 兵拜如山倒 这个时候真有智慧的人修行 一定是 逗闹场觉物境啊 非圣书禀物事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没有我啊 他是谁众身心 因所知量 而且现在的人 疑心特别重 特别容易怀疑 纵使自己能如如不动 都要能避众人的嫌疑 大家想一想 今天一个女子抱了一下出家人 看到的人会怎么想 哎呦 对啊 人家就怀疑了 所以 这个 我们刚好 这几天到香港 给师父开车门了 男众开车门 这个都 都是在 避险了 那包含 这个我记得 有一次 那个 日本江本胜博士 他非常佩服师父 刚好访唐门师父要离开的时候 他 自然 情感的流入 啪就 抱了师父一下 师父 横顺众生了 就给他抱了一下 结果紧接着一个女子 过来 过来 要抱 师父 当下 这个 护法 所以你看 这个都是 要避险的 都是念念 为众生的 道业 着想 不能让他 起怀疑 上是信心 好 今天先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